今天是7月22号来送来一天的币圈大事件 昨天肯尼亚选举委员会的提名人Justice表示 肯尼亚应该探索区块链技术 以降低选举成本提高安全性和透明度 他说区块链将使选举成本降低90%以上 肯尼亚是非洲最大的数字货币采用国之一 超过了南非 成为了非洲大陆仅次于明日利亚的第二大数字货币市场 但是区块链的采用率并没有那么高 据福布斯报道 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宣布完成了高达9亿美元的币轮融资 公司估值达到了180亿美元 创造了加密货币交易史上的最高记录 据了解 在2019年12月 币安曾经对FTX进行了一笔金额没有公开的战略投资 最近币安的创始人赵长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币安已经从FTX的股权投资中完全退出 赵长鹏解释说 退出是正常的投资周期的一部分 我们仍是朋友 只是不再有任何的股权关系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估计 随着比特币价格跌破3万美元 特斯拉投资比特币一度获利的近15亿美元纸面收益 已经化为乌有 如果比特币跌至25000美元 特斯拉将遭受3亿美元的损失 如果跌至2万美元 损失将升至5亿美元 相当于特斯拉一季度的全部税前利润 7月21号 NBA萨克门托国王球队宣布推出首个NFT系列产品 1985系列 包含85件实物以及对应的NFT 分别代表了该球队在NBA的第一个赛季的相关事件 该系列将在OpenSea上出售 其中84件NFT当价为500美元 另外一件限量版的NFT已经于今天开始拍卖 在道夫银行率先支持加密货币交易所 Pure Digital3月之后 纽约梅隆银行宣布加入由6家银行组成的财团 公开宣布了这家对即将上线的交易所的支持 Pure Digital将成为首家以银行为驱动力的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致力打造一个现金加密货币的交易场所 以与更大的交易所进行竞争 纽约梅隆银行和道夫银行 都计划在Pure Digital上进行交易 并提供其他服务包括技术服务 Pure Digital的联合创始人表示 该平台第一笔交易将在一周内进行 并且一定会涉及比特币交易